说完了数列的规律,现在呢,让我们来说一说图形找规律的问题了。 图形找规律的问题和咱们数列找规律的问题呢,有相似的地方,咱们都是要观察的是它的变化,对不对? 刚才数列找规律的时候,我们主要观察的就是这个数呀,变大变小了多少,对不对? 那么确定了这个以后呢,我们的规律就很容易找到了。 那么图形里边的变化有什么呢?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题目。 首先呢,我们呢,能看到的是几个图形,对吧? 那么在图形里边呢,有云圈,这是什么颜色的? 红色的,还有三角形,是吧? 黄色的三角形,那么现在要大家做的是什么呀? 嗯,根据前面几幅图的规律,咱们呢,画出后面这个空白的图形, 找出规律,把图形画出来。 现在想到宝贝们,嗯,我们知道了,找规律其实就是找变化。 那么现在,你不妨来试一试,看看能不能够画得对,好吗? 应该难不倒大家,对吧?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,我们在这里的变化主要有什么呢? 咱们要确定一下,有圆圈吧,对不对? 同时也有三角的变化。 那么首先,让我们来看一下圆的变化。 圆有什么样的变化? 从这幅图到这幅图,什么变了? 没错,它的数量变了,别的都是没有变的,对不对? 从一个变成了两个。 那么再到下一图呢? 从两个变成了三个。 所以我可以确定的就是,圆的变化是数量依次的增加一个,没错吧? 因此在空白部分的图形,圆形应该画几个呢? 比刚才再多了一个就可以了,那比三再多一,这里边的圆形应该有四个。 好了,这是我确定的第一个变化。 首先,圆形应该是一个比一个增多,没错吧? 接下来我要看的就是,三角形了吧。 那么三角形是什么变化呢? 我们来看,从这个三角形到这一个三角形变了什么? 数量上变了吗? 没有,那么变化的是形状? 也不是,还是三角。 颜色? 嗯,还是黄色。 那么变化的是什么呢? 变化的是什么呀? 其实是这个三角的方向,你发现了吧? 你看,在这个三角形里边,这一个角,这两条针比较长,对不对? 这个角是不是先是冲上的? 对吧? 那么到旁边的这个题目里边的时候,冲哪了? 哦? 是不是往旁边这儿走吧? 对不对? 它到了一个个,是吧? 也就是像我们的顺时针的方向,走了吧? 顺时针的方向是不是走了90度? 没错吧? 那么再从这个三角到这个三角的时候呢? 哎,那这个尖尖是不是就变到了这里了? 我会发现,它是从这里,是不是到底下去了? 也是顺时针的方向走了90度,没错吧? 那下面的这个三角就应该是哪个方向呢? 是不是再接着往顺时针的方向走90度就可以了? 那么电脑型的宝贝们,你们自己来画一画,好吗? 三角形的变化呢,是方向上的变化,它是按照顺时针移动的,那综合这两个变化的话,很容易,我就能够发现,哎,最后的这个图形啊,应该是四个圆,然后有一个方向向左的三角形,是不是转过来了? 转到这里了,对不对? 好了,那么接着到题,电脑型的宝贝们,你们做对了吗? 你看,现在我们数列的规律说了一些,关于图形的规律也说了一些,那么找规律的一些方法,宝贝们,你们总结出来了吗? 其实很简单,就是找出它那个固定变化的,哎,那个变化,是不是就行了,对吧? 有一个变化是老出现的,那么老是出现的这个变化呢,其实就是规律了。